走進 請坐 大家早 有上過我的課的麻煩請舉手一下好嗎 一個 兩個 三個 那麼 在這邊有沒有 上過日文課或是說對日文比較熟悉的 好 好 那不是很熟悉嗎 那這樣子我們先從那個 我先跟你們介紹一下 你們有沒有拿到這一張講義 這一份講義 然後 那個平假名 Steven 平假名 這個是平假名 騙假名 這個是騙假名 那 大家會唸嗎 會 不會的比較多 那我們平假名開始好不好 好 好像我們的那個注音符號啦 啵啵啵啵這樣子 不是 那平假名 它算是 怎麼說 在 也不是說草啦 它算是那種 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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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都誤解了 它這個平假名的意思 比如說一句話裡面 因為日本的一句話裡面 它有簡體字 跟繁體字 跟平假名 跟片假名 那平假名基本上是 本地在用的 那片假名是 那外來語比較多 就是這樣 那我們一起唸好不好 我們先一起唸 然後才有辦法再 上那個單子 好不好 這叫阿 阿 這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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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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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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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 ta na ni n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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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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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